《吊篮》 长枝条剪成若干短节 下半段去除叶片和侧枝 将晒干的枝条插住玻璃瓶 下半部分没入水中5厘米 将它放置在通风阴凉之地即可 用已经削过毒的剪刀 将较长的吊篮 长枝条剪成若干短节 长度以高出玻璃瓶10厘米左右为宜 然后将较短的枝节 上半部分保留不动 下半段去除叶片和侧枝 做好这些工作后 取干净清洁的东西 平铺在通风阴凉的干燥之地 将切好的短节放上去晒干伤口 切记 不要让枝条沾染不干净的东西 容易感染病菌 导致枝条坏死 将枝条插入水中 将晒干伤口的枝条插入玻璃瓶中 下半部分没入水中 五厘米左右 然后将玻璃瓶放置在通风阴凉之地 最好保持气温在15度到20度 如此一周左右便可生根 气温越低 生根越慢 冬天甚至可能要一个多月 待其生根后 可继续水培养殖 也可移树花盆土培养殖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养化资讯 可以订阅关注我们